被困难打磨过的勇气 才会让故事闪闪发光 但是 当我找到故事归来 故乡的萤火祖术却不再繁茫 这就是 去挑战未知的代价吗 每当故事被讲述 黑夜中就会出现萤火 那就来听我讲这一路的故事吧 我踏进了未知的世界 游历山川 还战胜了好多困难 心中的希望化作萤火陪伴我 给我带来力量 也鼓励我 重拾勇气面对挑战 我懂得了 越是脆弱时 越要破风前行 在前进中才能更加强大 勇敢前行之时 荒土将再发心之 成功了 让我请来更多同伴 用大家的故事 换来更多的萤火吧 我的朋友们 他们走了很远的路 才来到这里 一路上不怕孤单 只为向最强者发起挑战 他们 从不害怕重新出发 会证明自己 甘愿负重前行 从来没有忘记 心里最想去的地方 无论高峰低谷 他们从没有停下脚步 披荆斩击 一路追寻那个更强大的自己 都不会是 怎么可能 也是 随着 都被尽ique 你 什么 禅 只要眼里有光 黑夜就永远不会降临 希望之光 会指引我们前进的方向 去勇敢地证明自己吧 最奇妙的旅行 往往开始于最不起眼的地方 去打破那些成剑吧 就算光芒暂时微弱 但要相信你们也有自己的营火 去直面所有的考验吧 抛开光环的束缚放手一搏 去挑战自我挑战更强的对手 挑战之徒秉光同行 心中的希望 会给我们无尽的勇气和力量 只有勇敢启程 美好的故事才会发生 我要重新出发了 少年们 也在王者荣耀挑战者杯的赛场上 写下你们的新故事吧 希望的营火 会见证属于挑战者的征程 更陪伴我的威光 也能照料你们的旅途